好 那在我们再讲减制 免制的部分 这个地方 这个就是最早期的 髻皮肾的头人夹的头人 这个里头是放的是土 但是它有一定限定哪一种土 它比较粗的 那到那个 道指从上面放进去之后 在这个地方经过摩擦 然后跑出来是臭泥 那必须要再用这个装铸 尖枯再下去倒 然後殘酷讓它變成白米 那這是差不多日治十大日的 引進的頭腦梯 都是全部用機器行軌 但是粘米最重要 它就是用摩擦的原理 它只是一個原理就是摩擦的原理 那稻子放進去之後 這個地方所出現的就是照顧 所以說 燒鞋燒鞋是原理 最多的外面在粗糯 B跟粘梁燒鞋的B全會做成一個別的 這個就是那個蘸米的過程 好 那我們稻子放進去之後 脫掉那個頭坑就是稻子 我們可以把它建定為說脫掉外套 那得到的是燒米 那燒米再去精緻 再把米糠磨掉 這個脫掉內衣 通常把脫光光就得到白米 那這裡頭這兩種米 哪一種比較營養 那一般來講都喜歡吃白米 這最笨的人才去吃白米 因為所有的最營養的東西都在冷湯 所以人很奇怪 兩隻鴨我們要吃雞鴨 結果我們自己一直吃白米 然後把最營養的拿去給自己營養吃 好 那 那水道的一生 我們可以講說 春兼禪為苗苗當 水流照火夾霸當 夾霸當就是 台湾裡面 我們有很多差不多 我們有很多的差不多 因為德語裡頭沒有那種差不多 一就是一 二就是二 那我們會有那個 接近一 接近二的那種差不多 所以接近一百天就吃白鋼 超過一百天也是吃白鋼 那水道災北大概要一百 如果說要一百二十天 那我們也說不是一吃白鋼 說最近有吃過一吃白鋼 哈萊生成這種人 這頭最大的時候 那 你當我村壇平衡 你一定要做你的道子 拿回來跟你的村口 你才會平衡 因為 第一人有很多紅胎 搞不好這些紅胎來 你前面的整個辛苦都會 這個八米已經進入當 應該是說 我不是說是蓋五湯 這個八米就進入當 朝中米康多光光 來來白米就聖人 店長千間套幾湯 我換白鋼水用什麼 米妞全都會平安 這個難法是沒有的 我如果不斷來抠腰 我就開始 我就想說我不要緊 那抠腰的時候 我就想去做飯 就一個米妞 所以說米妞全中 那米妞全中 米妞全都會平安 國家就不會造反 就不會有暴民 那就不然現在 會不會這樣 但是我們現在 國家的政策裡頭 好像也蠻鼓勵 比較重要 因為我們所謂的 修根補助 這個在我們現在 所謂糧子 糧子危機裡頭 我們的主要糧子 那個國家的 自己率到底有多少 阿萬利發生戰爭 我們外國的麵粉 沒辦法賣那個 沒兩國島的那些 那偶爾不能夠敢 自己賺到過去 所以這個是 可能在 在各級政府有一些 都可以賣公典 當然政府會這麼做的 就會挺好的 好 好 那 水殘或水透過 水透過是最牛肉 水中菜有種可能最豐肉 米食店吃得多好 乾爽爽 醋味香 全量奶油 蘸醬 麵麵麵 麵麵麵 是吃的 現在我們在吃的白肉雞 現在我們在吃的白肉雞 你在吃的麥當勞 那種雞 大概這講四十幾天的 那種白肉雞 現在道德幾乎通通 被這些養肌腸拿去突在最底層 因為雞它沒有腎臟 所以它沒有辦法故意分離 它走到哪邊放不到哪邊 那些食物都在拉 那拉到這些食物如果說 地下沒有一個吸附物 那那個積分是蠻臭的 所以早期我們都是用所謂的木屑 那現在木屑不容易取得 就是通通用刀殼 那這些刀殼吸附了 那個積分之後 那等到這一批的積分 就是出售 那這些積分它也就整個收集起來 就可以拿去買 那有一些 因為像這種積分是用 這種積分的那種 它的肥分蠻高的 所以農民很喜歡用 如果說它沒有經過完全不毒 那他的破拓不底層 米磚油製造ひる租子 那現在我不知道 各位有沒有 對那個老師 就是董大臣老師 台大的一個病醫教授 他以前的台北醫藥大學的 醫學系的一個病醫教授 他本身等於是發大傷害的 當初他就用他的身體來做實驗 所以那時候講白鳳痘的事情 就是湯的醫療團隊在推 但是聽說是湯的學生 就把那個白鳳痘直接拿去做商業的行為 所以這樣董大臣老師他就很失望 後來他就是把這個米湯 我黏好的米湯 我就馬上冷藏寄到台北的湯 然後他就是經過一定的處理 那個殺菌的處理之後 那去把菱汁的包子 就放在這個米湯水口 當然過程怎麼弄我不曉得 他大致介紹是這樣子 然後他一天就喝25洗洗 他好像不知道什麼是乳酥 好那 但是他的那個大傷害98年 蠻久的 所以他一直用他的身體來做實驗 他就問我說 你米湯一瓶多少 我最少我最高 最多也是差10塊 他說我真的做出來算是10塊 所以對我們的飛機物 對他來講是一個很好的原諒 那最後一點oll 那這是一個早期的 就要過你 那ok 這個就是大水車 大水車就是說 水底的量 你會把量塞在中間的 這條風扇 這是夏天水位比較低的時候 采用這個滷肉棒 在我們一起到座 在跟座在冬天的時候 伊朗的水質非常的充足 就不用這樣子做 好 那 現在大家就在同意 那事實上說 我做從事二十幾年 有機在冬天的時候 我滿深的感受 就在左邊這邊 有機的成果 成果端上說 有機的過程 坐下落 因為一般人都只看到成果 不會去講過程 我們通過媒體都看到 哇 有機很好很好 但問題是 幾個有機農民 是每天在那邊抱著免費褲 大家都會去體會 那大家都講理論 講一些很漂亮的東西 所以說口號響徹雲霄 雲端會掛著裡面的水餃 有機的人在哪裡 蔡三星在那邊 綽綽的對著對著對著 還是在地底下 在地底內做 所以我希望 就是如果你真的想要幫助王民 真的想要幫助火群農民 而且你想要吃到這層火群的東西 不要去信什麼認證的標章 不要去信 現在有的國一大堆 那就常常來賣民 人家做客人 來幫你搶 常常來人家吃飯 你可以不是在那裡 那個錢嗎 我來這裡是要幹什麼 我要給你擋住 你一定要透過監督 你才能夠去獲得你真正的東西 你不要只是聽媒體講 那個認證標章 有認證標章出問題的一大堆 到時候你不要怪 不要怪誰 所以說 尤其農經有機會 有人知道 叫做會 我先來一堆生態 做人生態 倫理會 實在進步 先用這個 三種平極 成功的體 平極什麼是平極 平極是可以透過機械行為 可以透過 那個傍眾 固定的規格 固定的大小 看你要多小 你要多長 然後你要什麼樣的顏色 然後你可以判定 你是A級B級 那什麼是品質 品質是你嘴巴裡頭 舌頭上的六個禿點 叫做味蕾 你這個東西食物 你放到你的嘴巴裡頭 經過這六個禿點的檢驗之後 這六個禿點會打電話給你的大腦 叫大腦指揮你的手 再去拿一塊來吃 那個叫做品質 所以我們現在都幾乎都 因為品質的東西 你很難去界定 必須要你自己來看 那很清楚是在日本現在有所謂的產品 要有那種就是你可以去試糖酸皮 那台灣有時候會說 我賣西瓜就在那裡 夭壽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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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營過壽町 營過壽町 夭壽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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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今天吃這些東西 就是最自然的飲食 那在米石加工的部分 我們會在台灣 去做很多美食的大工品 那由於是 我們早期給我們兩種美 一種是粗美 一種是在來美 那要在拜拜用的 讓家庭團圓的 我們一定用糯米做的東西 如果是要做點心的 通通是用在來美食去做的 那像這些東西 這是後續才演進的 包括糯米糖、醋、雪糕 這個以前在伊蘭中沒有 那這是做營過 營過是要去補的 但是現在沒有人在補營過 現在是藥町 這個東西就是用的 我們的電鑽 電鑽前面插一支 你用香海菜粉的那一支 這個更Q、更好吃 而且它又省時又省地 那你如果用六天在補營過時 我小時候是要補營過 如果要靈魂就招待 一定要化缸 補的都化 所以這些都不會了 那這是爸爸長 這是我們在幫活動裡頭 八十幾歲的老阿嬤 都出來教這些小孫子 誰的孫子 管他誰的孫子 只要來學就是孫子 大家在那邊好嗎 這是用營米酒 然後這是超阿貴 這個小學五年級的時候 現在他已經讀高三了 今年他早大學了 那這是阿貴 這是米古菇 米古菇是用營米酒的 在原廠節的時候可以說 這都是學校老師在體驗 那這個叫做鍋子 它也是用糯米去炒熟之後 碾成粉做下去加工的 這以前都是七月半在做 那這是高點吹 那每一層大概要蒸20分鐘 九層就180分 所以你們如果說要體驗這個 這個高點吹的時候 你時間要用營米酒 不可以說來這裡少許多 你就要體驗一下 那這是叫做米泰包 這是用拓 拓米泰包 這是叫做五粿粿 這是用作電子用的 這叫做金仔粿 然後拓米泰包 菜頭粿 碗粿 是說油的 你們可以看一下 這個地方會有很多隻手 全部都是小孩子的手 小孩子玩這個玩得不予樂乎 但是成本不高就是了 那這個是花生糖 這是花生糖 我們大概這些東西 我們都有在做紀錄 而且是全程的 但是只有照片沒有 都已經帶了 因為這五粿粿的 上面都是紀錄到現場的 好 那 在座的小朋友你看一下 你今天你可以在這個地方 抱在媽媽的懷裡頭 你可以來享受這邊的田園之樂 但是這是在中國大陸 他們的學生 跟你童年裡的學生 保護好 他還要必須要去 兼負著他家裡頭的農哥的工作 好 好 對不起 在這邊小孩 小孩很少 好 那 那這是震撼61人的照片 像這種情況 那小朋友的 那這種 65粒粒粒粒粒大概會有 4到5粒粒是長久處於 在這種環境裡頭 好 所以在學校如果小朋友 營養午餐 甚至於把食物拿起來 丟有食物回家 然後看這張照片 然後你先看一下 你怎麼在寫一篷包包 好所以我們今天能夠來這個地方 我想也要得天资 然后我们大家把军往前边 到台湾时把军都背有房地 带来把这些国际保护进去 那希望大家能够更珍惜我们的食物 那今天我的报告就到这边 可能我已经担任了很多的时间了 谢谢